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古增专业科班生 2001年毕业后 她即被女子十二乐坊选中 与另外13位盛长名乐演奏的女孩一起 用全新的流行音乐形式来演奏民族音乐 随即在中国乐坛兴起狂澜 其演出形象频频通过电视影片 传遍千家万富 从乐坊退役后 她又与其他武林成员组建了又一个名乐组合 立乐团 是什么让她这个专业科班生 选择了一条新名乐的征途 这条独特的艺术之路 又令她看到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呢 本期节目青年古增演奏家周建南走近人物 和我们畅聊新名乐中的新古增 在中国 提起名乐组合女子十二乐坊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个新锐的组合 首爆传统民族乐器 和着流行音乐的节拍 紧随新世纪的脚步 横空出世来到了人们眼前 与创建人的初衷十分吻合 她焕然一新的音乐形象 在中国乃至亚洲乐坛一亮相 果然立刻夺得了所有人的眼球 因为无论是乐坊少女们新潮时尚的服装 魅力四射的表演 还是奇特新颖的编曲 激情动感的节拍 都使观众同时感受到了 来自视觉与听觉 传统与流行 旋律与节奏等多个对应面的强烈碰撞 女子十二乐坊对当时的中国乐坛 乃至整个文娱界都仿佛一声春雷 她彻底颠覆了传统民乐 在人们印象中的概念 女子十二乐坊引起的轰动与辉煌 令当时身在其中的古征演奏者周建南 至今还记忆有心 在女子十二乐坊的时候 有一些重要的演出经历 记得有一次是02年春晚 也在上面看到了你们的身影 对 这次特别荣幸是跟彭丽媛老师 我们就是他唱的是朋友 然后我们给他伴奏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当时出来以后 就是大家觉得特别亮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然后就是我们在日本的 那个唱片公司就一下 就挖掘我们了 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 也许多了 也许多了 帮路中许多照顾不周 是在还几之后 高冰黄昏的路口 你那之灵灭的森业 至今还围绕我心头 心头 谢谢你是我的朋友 爱我让我时时刻刻拥有 感情也是年生日久 我也能感受你一关的光 我亲爱的朋友 好像是从03年的时候开始 就进去这个日本的市场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火 用现在的话说 当时在日本是火爆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那之前 对他那边的没有一个概念 比如刚开始说卖碟 好像才上市两天 就比如说卖了十万张 因为没有概念十万张 好吧 就觉得是一个数字 然后每天他们都说 你知道吗 今天卖了一万张一个店 好吧 反正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我们卖那张碟是7月23号 是首发 然后就是为了参加当年的一个 就是他有一个日本的叫唱片大奖 然后他必须要统计到12月1号的销量 那么等于是8、9、10、11 四个多月吧 我们的销量就已经是海万唱片的第一名了 而且当时的销量已经是187万张了 当年仅次于冰淇步 但冰淇步当年它卖的那张新叠 他是从一月份就开始卖了的 就那么火 所以当时数字对我们来说 当时就 没什么概念 对 没有概念 女子十二乐房 以变革性的明月演奏形式 和国际路线的营销策略 让中国明月 收获了世界市场的掌声 观众的追捧 业界的嘉奖 以及随之而来的 丰厚的商业收益 都令周建南在内的 十多位女孩们 充分体会到了 自身的价值 民族音乐的魅力 2009年 周建南 杨松梅 雷银等六名成员 与女子十二乐房的 合同期满后 于2010年初 自发组建了 新的民乐组合 立乐团 经历了八年的明星生活 时刻被人们 捧在手心的他们 这时什么都要自己来 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成立立乐团以后 我们是想 跟以前的乐房有不同 是因为 我们01年到09年 就参加过上百场的演出 而且就很多的活动都参加 然后怎么说 你的阅历提升到 你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不想再像小的时候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比如说是一个偶像团体组合 不想那样了 我们六个想做一个 比如说艺术家的一个团体 也不愿意说在台上 蹦蹦跳跳 或者怎么样这种的 因为你终归是这么多年来 你的沉淀 你对音乐的理解 都应该要上一个台阶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从一个很成熟的 一个团体里出来 其实我们六个人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吧 打拼起来也挺艰苦的 就是因为像以前 在经济公司 他都给你包装好了吗 我们刚开始就都是自己来弄自己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自己找制作人 然后自己去找赞助人 然后就找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公司 然后帮我们把这个 怎么说呢 把这策划给组织起来 然后都挺不容易的 甚至包括选衣服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说 就是没手曲子 应该就是要做多么长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比较好的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清理清为 虽然是辛苦 但是就是细枝末节都 就是我们都全都知道 包括就是我们设计那一款 就是怎么说 就是帮助出CT的时候的 我们CT封面还有海报 我们全都参与了 就能够在乐乐团当中 更能表达自己的一些意愿 对 是的 其实在女子十二乐访 对您来说 包括其他的几名成员 应该是锻炼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无论是舞台演出 还是录制的专辑都非常的多 对 其实我们很感谢乐访的 因为等于是刚开始到乐访的时候 初出茅庐嘛 然后等于是我们是跟这个团体 共同成长的 一起成长 这么多年 对 而且像你说的似的 我算了一下 从01年我们成立到我们六个离开的这八年 八年多 我觉得我们当时已经演到了三百多场了 全部都是现场 还不算那些电视台的节目 都差不多 在女子十二乐访的历练 使周建南等六名剑团元老 对音乐水准建立了高起点 并带着更高的向往与追求 辛勤打造他们的立乐团 三年来 他们创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 唯美 炫技 复古 新锐 用手中的乐器演绎他们心灵的律动 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他们以一个音乐团体的形式 呈现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 也为世界了解中国 打开了一扇美丽之窗 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英文名字是吗 对 叫Beauty Six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们当时呢 就是因为当时还是主要是想先往海外发展 那个中文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呢 然后当时呢 就是2010年的时候 接了一个比较急的一个任务 当时是就是中国外交部派我们到那个 去印尼参加中印建交 60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 这个专场音乐会 然后呢 我们当时报的就是Beauty Six 等到我们回国发现呢 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台 已经就是漫天变 全都是六月访 所以我们当时就 六月访 对 因为我们当时没来得及起中文的嘛 所以就赶紧赶紧两个星期之内 然后就想 干脆就执意好了嘛 然后就叫立乐团了 对 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呢 怎么说呢 其实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器吧 就还是正好呢 就挺齐的 六个人是一样一个 一样一个乐器 都是什么 古针 杨琴 琵琶 独仙琴 二胡和管乐 这个管乐有迪肖啊 或者还有 有巴乌 葫芦丝 就它都一个人尖了这样 然后呢 其实在形式上来讲 可能不是说 跟弦的乐法会说 在这个 从表面上看好像分别特别大 但是我们力求是在音乐上面 能够有一些创新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六个人在一起呢 solo的地方 可能就会更清晰 就是排的比如说更好一点 比如第一段可能是古针 然后第二段是二胡 就不会像以前是大棋奏那么多了 就这样 也就是说更能体现 个人或者说某一种乐器 它的魅力和特点 是的 当时我们成立完了之后 就在东南亚巡演了七场 然后呢 还有就是参加中央电台的 这种各种的活动嘛 还有就是 主要还是出示一些 有外式的活动 包括多内亚那一带的什么的 有一次我记着就是 在去年冬天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十国大使 可能一个东盟会议 在北京开的 然后呢 我们参加了那个演出 众多成功的演出活动 为立乐团带来了广泛赞誉 2011年11月 立乐团推出首张EP 《立春》 这张专辑是六位成员和制作人 共同精心打造的 共收录了五首曲目 分别是春香 凯尔特与摩尔的狂想 宁静 上海上海 繁花似锦 其中宁静是由备受尊敬的 印尼总统苏希洛先生创作的 音乐的曲调轻力婉转 令人油然而生 安逆宁静的 期望和平的心绪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契机 遇到了这首曲子 其实还是因为 我们当时是参加 就是中印建交 那首演出 然后呢 外交部就说 说的你们能不能 做一首或者改编一首 就是他们很熟悉的 这个曲子或者歌曲 然后我们就一块选嘛 跟外交部 然后怎么样 后来然后一打听说 那两年最流行的 就宁静这首歌 然后我们就改编了 其实它是原创的 原创 对 然后那个苏俊乐总统 他作词作曲这样 所以他也流传特别的广 我觉得就像是 当时咱们这边 比如说 什么辣妹子 就是人人都知道 这么一首曲子 但是当时这个宁静呢 是用人声唱的 是一个歌手唱的 然后他们第一次呢 看到是用企业来改编的 然后就觉得特别好听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当时我们 那个现场是一个露天的 然后在晚上那个演出 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 可能也就一两千人听吧 结果就说 突然来了一两万人 那底下全是人 全站满了 就是我们就想念他们了 我们的 interven子 Aku sendiri Beranglah hati Hari yang indah Bermutar dalam hidupku Danku jalani Bisana temanku Wala Lusungku sunyi Kasih saya bersebi Ku terus menuju Tampak Tampak Dalam Hatilah Mohon Hatilah Hatilah Hidupku Hati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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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以前在乐房写的东西呢 也有不同 它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它更有画面感 就在你眼前似乎是有画面的 是有情节的 实际上它呢 当时它是 它的想法是根据 汤贤祖写的牡丹亭 就是那么一段 然后它是有感的 而且它是觉得 在中国的古代 有很多女孩子都讲春香 像这样的 这个名字 对 然后呢名字也很梦幻 然后它表达的也是女孩子 在春天 去表达你 特妩媚特温柔 然后对春天的一个 很感怀 很美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熟悉的话它是改编自西班牙的著名作曲家 一个吉他作曲家 然后它是改编自它的两首曲子 一个叫阿斯多利亚斯 对 阿斯多利亚斯 一个是阿布拉罕宫的回忆 对 阿布拉罕宫的回忆 就是都是很著名的这两首曲子 然后它就给搁在一块了 然后呢 关键是咱们说这速度 它呢 这个 那个所有快板的地方是从196的速度起 一直快到217 而且还都16分音符 当时我们在家 不是说我一个人 就是我们所有这几个人 就在家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下来 因为速度太快了 而且尤其是橡皮吧 它的把位跨度非常大 而且都是在向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最后就跟马上佑商量 我们的制作人 马上佑 说你可不可以降几个音分 哪怕213都可以 他说不可以 因为要的就是你们要提高 就想让你们谈到别人达不到的速度 马老师好像也是非常严谨 或者甚至是说有点较真的感情 对 你说对了 其实你看就看他本人 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时尚 特别好 好沟通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 非常的较真 然后他很坚持他的一个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不是不能商量 可以商量 当然到了最后 他一定会坚持他的主张 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录吧 我们先前拿着一个谱子 一人在家练了一个小时 然后每个人去录音之前 就想上刑场似的 而且录完了之后 都觉得大喘一口气 而且特别夸张的是 我们录完了大概一个星期吧 就每个人的肩膀 反正我一个星期 这个肩膀几乎都弹不起来 我记得当时我录的时候 他还说 你这个琴快着火了 这个弦快着火了 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对 我听过这首曲 我觉得听上去非常过瘾 虽然对于你们来说 挑战非常大 而且笛子也是 它全是双土 速度那么快 不容易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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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